我們潛水下潛調查的時候 感覺非方人員非常緊張 出動很多人不停干擾我們 以滬海為名 中國大陸海警快艇和科研團隊 在仁愛礁周圍海域來回奔走 紀錄片中 菲律賓人員和常年座談的廢棄軍艦 不再是南海爭端中相對弱勢 而是應該被踏罰的神態殺手 我想這個 因為聯合國現在在推這個SDGs 就是永續發展 所以這個對於環境的保護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利潤點 因為現在的這個南海的主權是有爭議的 所以它就先從這個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這種環保議題 或是從這個環境議題來著手 這個局勢還沒有上升到爆發衝突之前 其實大家還是會著重在 這個生態疫情這一塊 菲律賓他也是擔心 就是中國會把他的那個 這個廢棄的那個船艦給拖走 然而占地為王舉動 無非為了主權聲索 類似衝突在近期向西延伸 四月以來菲律賓也以監視 中國大陸非法填海造陸為由 在先兵暗殺的周圍 部署海岸警衛隊 八月二十六號 菲律賓指控 四十艘陸籍船隻阻撓運部 讓這一帶成了雙邊海上對峙最新熱點 那先兵礁的這個距離呢 是更接近菲律賓的這個領土的 距離巴拉旺省大概只有九十海里 大概相當於一百三十餘公里的這個距離 那這樣子的一個距離來講的話 當然對於菲律賓來講會有更迫切的一個壓力存在 根據菲律賓海軍提出的監控報告 過去一週內 在南海飛鎖海域出現中方船隻多達一百六三艘 而隊列中的軍艦和海上民兵船 揭示了爭端主旋律 但是對於美國他從這個南海 加上菲律賓外海或是包括台灣這一帶的 其實他的政治是不變的 是逼中國看他會不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因為假設他刻意把這些交道 把他變成了天海造陸的這樣子去擴大的話 那當然大家都會擔心說 他是不是以後會把他當作他的這種 他的這個作戰的前沿 然後增加他的這個投射能力或作戰能力 東西長二十點九公里 南北寬約十一點六公里的先兵暗殺 周圍水深充足 填海造陸之後 具有停泊大頓位艦艇的潛力 戰略價值中美皆知 才掀起了新一波插旗大戰 因為軍事部署等同主權象徵 那直接可以去看住這個巴拉旺島的美軍基地 坦白說 這個先兵礁會是一個絕佳的位置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對中國來講 因為整個九段線的主張是一致的 所以他這裡面只要少一個島 他就沒有辦法去圓說這九段線的範圍都是我的 因此近期當地的軍演較近頻率更勝於以往 事件至此相關性競現 不過當美飛加強軍事同盟 美軍印太司令又向菲律賓喊話 有意願派遣軍艦護航 卻得到了非方晚洩回應 一派論點認為 用意是避免落入中方逼迫表態 中方的優勢的確就是說它這樣子的灰色地帶操作已經行之有年 而且中方在船隻的數量上也的確佔有優勢 美飛是軍事同盟關係 那美軍會保護菲律賓在這個運捕上面的這個進行 但是美國會怎麼樣的做 是派出軍艦呢 還是利用這個海岸巡防署呢 目前來看的話大概也都僅止於這個外交 以及辭令上的一個發揮 但是他在手段上他有時候打打盤盤 這是他的戰術 我認為對老共來講 要逼美國表態並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因為其實採取一個模糊空間 讓美國認為他有航行自由 而實際上這個海域是我來支配 這個是中國大陸其實最好的一種解放 美中角力戰線無限延伸 也提醒了遠在千公里外的台灣 不能輕忽局勢 你看這個先冰礁這個位置 其實離我們的太平島非常的近 也就是說那附近在這個發生 比較劇烈的海上衝突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非常鄰近我們太平島的 但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第一個我們在太平島的這個主權 還有包括駐守 還有對相關情勢的這個掌控跟增收 我覺得是極其有必要 一旦爭端向外蔓延 在遠水難救進火的情況下 我國駐房單位該如何自處 地緣政治衝突頻傳的現在 應對思維跟視野不能畫地自現 TVBS新聞 鄭盛惟悟悟 台語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